这是一般家中水龙头打开的水 想要检测绿水器有没有效 只要滴入透明的检测液 一秒见真章 没有过滤效果 它就是会产生黄绿色的水 居家检测水质DIY 化工行就买得到 铜板架测水质 如果水中有绿残留 透明的试剂滴入后就会变成黄色 过滤后安全的水就会维持透明 而市售绿水器品牌价格 从千元到万元不等 真的是越贵越好吗 这种东西不尽然 在水里倒入墨汁模拟脏水 实际过滤后发现 原本浑浊的墨水不到几秒就清澈透明 万元的滤水器跟清元的 过滤效果几乎一样好 专家说这个滤芯的材质有关系 重点是要定期更换 滤芯它都有它的周期性 可能三个月六个月九个月 对就是按照它的时间下去更换这样 营用水大检测 这支水值测试笔也是百元就买得到 主要是测量水中总溶解的固体值 像是钙铁铝升迁等物质 一般来说水溶头打开的原水 测游的数据会在三百左右 实际比较三种不同利用水发现 水中总固体数都在安全范围 只有0.03到0.04 水值看起来差不多 未必越归越好 跟它原物料不一样 像这个它是椰壳货性碳 椰子壳下去烧是天然的 那这个叫做煤炭 差了五倍 卖偿统计绿水器的商机 平均一年零业额高达五千万 每年还会成长两到三成 苏股有1800亿的市场规模 业者抓紧消费者想安心喝水的消费心理 绿水器的市场商机 祝您看见 这次我们的魅魅魯 高较某道